物资不断的上涨 怎么样省钱呢 您知道吗 现在有人是利用了将近不到60块钱的价格 买到了100多块钱的咖啡 原来呢 这是现在网络上最夯的 持票跟买一送一的省钱法 为了省钱呢 高雄有一个罗先生 他去买了台北到板桥的儿童票 30块钱去买咖啡 还有得找 罗先生上班族住在高雄市 一个礼拜至少要买三次的高铁票 台北到板桥的儿童票 只是这个票他从来不做 买了票却不坐车 到底是怎么回事 咖啡的话就是很想买一送一的优惠 一张小票跟可以干嘛 罗先生拿着票跟竟然跑到了咖啡店 买了两杯咖啡 但就是这张票跟成了罗先生的省钱密招 买了一张板桥到台北的车票 那加上超商取票的话一共是30块钱 我凭这30块钱的票捐就可以去 知名的连锁咖啡 可以享受这个买一送一的特别优惠 刚刚看完罗先生的例子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吗 高铁票跟真的可以买一送一吗 我们实际来操作看看 像这样一杯原本要价95元的拿铁咖啡 我刚刚用了高铁票券买一送一的优惠 我来算算看我省了多少钱 一杯只要62元 这是你的优惠券 谢谢 拿到缴费完优惠券千万不要丢掉哦 因为像是里面两瓶优酪乳39元 但是原价50元 我们来算一算 这样省了多少钱 省了11元 这样的组合原本要65元 但是搭配套餐的原价 现在只要49元 这样省了多少钱 省了16块 相当于你可以搭一趟公车 全民抗长想喝杯咖啡 都成为奢侈的行为 就是看准超商打出 只要持票跟 就可以买一送一咖啡的优惠 30元20元简单省 小钱越计越多 抗长的密招背后反应的 恐怕也是全民对物价上升的一种恐慌 珍选梁家文 佩裕刘家伟 台北高雄采访报道